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來實況一下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我現在呢 在我自己的房子裡 那這間房間的牆壁上 全部是有待在我島上過的島民的海報 那我有按照他們入住的順序排好 像初始成員 我巧巧還有花壽司 然後再來是遠人甲 羅琳 佩玲 三個 然後在帳篷地第一個入住的是法蘭克 然後再來是在找阿伊的旅途中拉進來的 張丸丸 龐克斯 石培亞 再來才是阿伊 然後還有在我島上來了又走了的 阿波羅跟克利奇 咦 它是叫克利奇的 忘記名字了 在後面的都是我目前在我島上定居下來的 奧利亞 福特 檸檬娜 爾光 小潤 阿彪 後面這幾個目前都還待在島上 那海報的入手方法只要去巴列島 把島民叫出來拍照 或者是用amiibo卡邀請動物來拍照就會入手 那像這一張 代表我的村民海報 這個村民是用任天堂大亂鬥的村民amiibo掃過入手的 那現在有好幾隻動物搬到我朋友的島上住了 偶爾我會去他們村子裡面跟他們聊聊天 他們還會問我現在島上的情形 那對話內容我覺得都還蠻有趣的 像龐克斯 張丸丸 阿波羅 克利奇 現在他們都在朋友的島上了 那我今天主要想要講的東西 應該看影片的標題就會知道了 那就是動物給的照片 那應該已經很多人都知道了 只要跟動物們提升親密度到一個程度 就有機會從動物們身上要到他們的照片 像這個史培亞的照片 把它放在這裡 那這個照片可以掛在牆上 也可以裝飾在地上 桌子上 櫃子上 甚至拿到室外也可以裝飾 而且因為親密度要到一個程度才能拿到 所以會給人有一種 像是在玩戀愛遊戲成功攻略的一個角色的感覺 那再來我先帶大家去看一下我房子的2樓 那這邊呢 是由我目前島上居民的 目前已入手的動物的照片 那這邊是之前入手的 後來搬走了 那我現在都是掛在牆上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這邊牆上掛著一張史培亞的照片 可是我身上也還有一張史培亞的照片 就是史培亞居然給了我兩次她的照片 我原本以為照片只能拿一次而已 沒想到可以入手第二次 那史培亞算是我島上第9位入住的居民 就是除了巧巧跟遠人外啊 其他在她之前入住的動物都已經離開了 那我入手史培亞第一張照片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應該是島上前三個送我照片的居民吧 然後是每日送禮物給她的時候她送我的回禮 那她的第二張照片是我前幾天才入手的 是史培亞要我幫她抓一隻海蟑螂 那我抓給她之後她就送了我第二張照片 我才知道說原來照片是可以重複拿的 所以我現在又有新目標啦 就是我想要拿一堆阿一的照片來裝飾一下 可能就是這邊桌上啊櫃子上啊 或者是阿一的門口都可以多放一些阿一的照片 那增加親密度拿照片的方法 我看有些頻道都有做一些很詳細的解說了 我這邊就不提喔 那我會貼一個我推薦的解說影片連結在那個說明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我現在島上的住民還有三個人的照片還沒入手 就是耳光 小潤跟阿彪 那他們三個算是比較晚辦到我島上的 不過我已經很努力跟他們提升親密度了 應該條件都有達成了 再來就是等機率 看哪天他們心情好要發照片給我了 那我現在想要來推薦一下 就是送什麼禮物給村民比較好 因為挑禮物很重要 像我一開始都在亂送 然後一直到史培亞跟阿彪她家裡的室內裝潢 被我弄得亂七八糟的 我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鄰居阿彪 他的房子 還好他在家 喔 剛好在做DIY 就是你們會發現阿彪的房子已經跟原本的有點不太一樣 像是他這邊原本是擺一個汽油桶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捕蟲網 那如果你島上也有阿彪的人應該也會發現 我家阿彪房子裡的腳踏車顏色跟你們家的可能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我之前有送他一個比較大型的家具 然後我沒想到他就把腳踏車移除掉 然後放那個家具 我原本是想要把這個大象溜滑梯移除掉的 結果他居然是移除他的腳踏車 我就趕快再去買一台新的送給他 那想送好東西給他們 又怕破壞住民家裡擺設那要怎麼辦呢 我這邊提供兩個方案 我們只要送的禮物呢 他的賣價就是在那個狸貓商店的賣價超過2500塊 那動物們就一定會送一個實體的回禮給我們 就不會給我們零錢 那大家目標是要拿照片的話 可以送多出來的化石給動物 像這個什麼龍的身體阿 劍齒虎的身體阿 翼龍的右翼阿 被分成不同部分的化石阿 通常他的賣價還蠻高的啦 而且可能體積太大了 動物們不會擺在家裡 就不用擔心說會破壞他們家的裝潢 那另外一個我要推薦的呢 是用DIY製作的 我來找一下喔 這個 徽章門牌 它的材料是4塊鐵礦石 那它的賣價我記得好像有3000多吧 那門牌是掛在門上的 就是也不用怕會破壞內部的裝潢 它還可以改造然後換成很多好看的顏色 那像我自己家裡也有掛一個喔 突然有點像是在業配什麼的口氣 那我現在現場就是先來做一個給大家看好了 門牌完成了 門牌完成了 然後藍色的 紅色的 綠色的 彩色的 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但是它的DIY方程式要透過島上自戀系住民學 還是說簡漂流瓶來學就是了 像我的話就是這個福特教我做的 如果是已經會做的人 我是蠻推薦做這個來送給居民的啦 接下來我要來跟我的動物住民們打個招呼 我都習慣從最上層開始一路往下點名 有點像以前高中宿舍射監一樣 看誰在房裡誰不在喔 小人 來我這躺下 你對我的房間這麼感興趣啊視野 視野是我給遠人用的魚尾 小人給他偷學 我來找你聊天了 你快看這件牛仔背心 很喜歡他這種貼身的感覺 對 我都忘記是我送他這件的 我覺得還蠻適合他的 好 這是史培亞的家 像我多出來的照片就覺得可以這樣放在動物的門口 你怎麼了 難道有什麼東西忘了拿嗎 真是的 我把魚尾尾改成真式的 我就覺得他變得好傲嬌 我從小就不太喜歡所以幾乎沒有吃過 麵包乾到底是什麼我也沒吃過 嗯 這種東西偶爾吃一點應該也不錯吧 真是的 有沒有很傲嬌 啊 是可愛的遠人 能聊這麼久很高興用視野 我會把遠人的魚尾改視野是因為他日文的口頭禪是Deko Zaru 那Deko Zaru如果有 看過以前那個八大忍者哈特利的話應該 應該不陌生才對 就是哈特利也會講的視野 所以呢 我也把遠人的口頭禪改成視野 他原本中文是圓圓的樣子 因為遠人很可愛 我打算讓你們多看一下他有多可愛 我一定要推銷一下遠人啦 他這麼可愛 可是他知名度 真的是不高欸 所以我知道台灣有些人不太喜歡猴子啦 好 再來是耳光的家 耳光也好可愛 我像Toni大腿 歡迎來我家 我要好好招待你才行 親個 從這句話就看得出來我有多私心 在一直給他亂改設定在他的身上 耳光也很可愛 耳光也很可愛 而且耳光的amiibo卡貴的有點誇張欸 我之前一直想要耳光 然後一直出道都找不到他 然後就想說好吧 那我上網買個他的卡好了 結果我記得露天 露天那卡一張要3800塊然後嚇到我了 嗨 福特 好 福特 使用藍框努力健身的福特 大汗淋漓的肢體 粗重溫熱的喘息 把我這性感的樣子放進宣傳短片裡面 或許也是個不錯的主意的Baby 像福特他的口頭禪日文原文是貝貝 那我覺得貝貝他中文是翻成寶寶 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 所以我自己就把它改成Baby這樣 來了來了 自戀系還要問這一題 再來是可愛的鄰居阿一 怎麼了 你今天是想在我家過夜嗎 阿一拳 啊 樹一樓的都不在 來去廣場找看看 檸檬爛居然在這邊開演唱會 先不要吵他們 跟奧利聊個天吧 奧利真的有一種很成熟的感覺 做做家事吧 阿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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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一樓的三個住戶就這樣 坐在這裡唱歌 我來打斷他們 算了 我先跟阿彪聊天好了 我來打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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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系的動物給的那個 他都會說他今天要練什麼 仔細看的話他們那個菜單其實 分的還不錯耶 其實如果就是 玩家真的照著他們的菜單去訓練的話 其實是很OK的 下次如果跟你們家運動系的動物聊天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甚麼都沒有 大姐希的動物都很愛聊以前的事情 我還蠻喜歡的 我愛 可愛的檸檬納 你們怎麼全部都變喵的咧 機會難得 來點個歌好了 當然要KK偶像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結尾我們就聽著檸檬娜的歌聲說成掰掰囉 感謝大家收看 字幕作為一張電影 字幕作為 李宗盛 by bwd6